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现在还要讲强度理论呢 强度理论跟我们强度条件有什么区别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 首先看一下我们前面的强度条件是在什么基础上建立的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这个Sigma Max小于等于许可的Sigma 其实它是对于一个单轴受力的引力状态 比方说我们单向拉伸 或者我们两样发生弯曲的时候 两样发生弯曲的时候 它上下边缘的最大拉引力和最大压引力 那么都是什么呢 都是在一个单向受力的状态 那么这个单向受力状态的话呢 最关键的是考虑这个许用引力啊 大家说这个许用引力是怎么确定出来的 工作引力我们可以通过理论算出来对不对 比方说Sigma等于FN除以A啊 Sigma等于MYMAX除以IZ啊 我们可以根据变形的状态把它算出来 这个许用引力是怎么定出来的 做实验做出来的对不对 你比方说单拉的时候 我是不是去做一个试验把它拉 拉到取伏拉到拉断对吧 那么有取伏的我们去取伏引力 没有取伏的我们取它拉断的时候 那个强度极限对不对 好了所以的话呢 这个极限引力怎么样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这个极限引力的话呢 考虑的是一个取伏引力 或者是说呢我们考虑一个 脆断的时候呢 是一个强度极限 这是我们讲到这个 极限引力怎么来的 我们强度条件是怎么建立的 实际上是在一个实验的基础上得到的 好了 那么对于一个纯剪切的情况的话呢 对于一个纯剪切的情况 那么与此类似 我们也可以就是说通过试验 模拟一个纯剪切引力状态 比方说一个薄臂的圆轴 受扭的时候 那么它就是一个纯剪切的引力状态 那么对于纯剪切的引力状态的话 怎么样呢 我们一样的去把它剪坏 或者把它剪断 剪坏或者剪断的话 一样的会得到一个 剪切的一个取伏引力 或者一个剪切的一个强度极限 那么把它作为我们什么呢 作为我们的一个极限引力的值 然后这个极限引力的值 在我们建立强度条件怎么样呢 总是要取一个安全的因素 然后得到我们的取用引力 也就是说呢 不管是单向的引力状态 就是说或者是说 我们说的这个纯剪切的引力状态 我们这个强度条件的基础是什么呢 是我的实验现象和实验的数据啊 那么都是把我们的实验 得到的极限引力呢 除以一个安全的因素 那么建立了我们的强度条件 那么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在讨论这个 建立强度条件 那么看到它的破坏现象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只关心这个取用引力的值 而没有关心什么呢 它到底因为什么原因破坏的 就是说你比方在这个强度条件里面 你看不看得出一个材料 是因为什么原因破坏的 看不出来对不对 看不出来对吧 你比方说这个低碳钢 我们拿生的时候是一个取伏破坏 那么我们这个铸铁拉的时候 是一个脆转破坏 你在这个极限引力上面呢 你是这个取用值啊 在这个表达式里面 是看不出它破坏的原因的 其实的话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讨论它的破坏原因的话 那么这个强度条件的话 我们可以换一个形式来写 比如说我们低碳钢 它拉伸的时候 我们写成是sigma max 小于等于取用引力 这个取用引力是sigma s除以n得到的 而实际上低碳钢在拉伸的时候 你们根据那个现象来看 它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失效的 低碳钢在拉伸的时候 记得吗 当低碳钢的那个正硬力 达到取伏引力的时候 有什么实验的现象 你们实验老师应该专门跟你们说了 华一线对不对 华一线在出现在什么方位 45度 那么45度斜近面方位的话 那么它有什么样的硬力呢 实际上它正好是一个 最大切硬力的工作面 你们画一下那个单轴硬力状态的 那个硬力源嘛 它转45度 那么转过90度是一个 最大切硬力工作的一个方位 对吧 所以的话呢 实际上的话 我们看到那个现象 我们说 这个45度面出现华一了 为什么呢 45度面上是有最大切硬力的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认为 它的破坏实际上是因为 这个最大切硬力引起的 对吧 好 那么最大切硬力引起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最大切硬力等于多少呢 那么对于一个单拉的硬力状态 考虑一下啊 对于一个单拉的硬力状态 我们说取伏的时候 Sigma是等于SigmaS 对不对 好了 然后这个时候是不是45度方向 出现华一 对不对 那我考虑可能是因为 这个最大的切硬力出了问题 最大切硬力出了问题 那么而导致它破坏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最大切硬力等于多少 是不是等于 1分之1的Sigma1 减Sigma3 对不对 我们有那个式子 Tau Max 是不是等于2分之1的Sigma1 减Sigma3 2分之1的Sigma1减Sigma3 它就等于多少 对啊 它就等于2分之SigmaS 对吧 所以这个样子的话 所以这个样子的话 你们想这个强度条件 如果说这样表达的话 我们用两个式子表达 其实是一样的 什么样呢 第一个 我们用Sigma等于SigmaS 表达它的破坏 第二个 我用Tau Max等于2分之SigmaS 来表示它的破坏 那么这个反映出来的破坏条件 是不是同样的性质 对吧 但是这个条件 是不是它的那个力学的含义 是不是要更重一些 对吧 代表了什么呢 不光代表了就是说 它破坏的临界条件 而从里面我可以看出 它的破坏原因是什么呢 是最大的切硬力 好 这个是说我们前面的强度条件的一个缺陷 第一个 第一个缺陷是什么 第一个缺陷就是说 这个取用值 依赖于我们的实验数据和实验情况的模拟 好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强度条件里面 实际上我们无法判断 这个构建 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而失效的 这是强度条件的不足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 我们在我们的课程 进行了更多内容之后 我们才发现呢 我们经常会遇到的 并不光是一个纯减切硬力状态 或者是一个单轴拉伸硬力状态 我们有三项硬力状态 那么还不说三项硬力状态 那么比单拉和纯减切复杂一点呢 我们是不是会碰到什么呢 我们会碰到这样的复杂硬力状态 对不对 对吧 好 那么对于这样的复杂硬力状态 大家就会想啊 说那我这样的复杂硬力状态 我既有正硬力又有切硬力 我是不是把正硬力和切硬力分别考虑 比方说我最大正硬力小于许用值 我的最大切硬力小于许用值 这个条件是不是就是满足了呢 这个条件满足了没有 是不是它的安全就满足了呢 这个正硬力只是我横截面上的正硬力 其实这一点的最大正硬力在哪里 这个不是45度啊 不要乱扫 这个是不是要通过英里元去求 求算是谁 是不是我的sigma1啊 对不对 sigma1不是有一个式子吗 二分之sigma加减 更好下 二分之sigma方加涛方 你说老师你说的好快啊 就是英里元的原心加半径嘛 加减半径对不对 sigma1和sigma3对不对 为什么那么快啊 因为这有一个sigmay等于0嘛 本来是两个正硬力嘛 sigmax sigmay嘛 sigmay等于0对不对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 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比较呢 就是说我们是把它分别去比较的呢 还是我去找它的 我刚刚说我找错的最大拉硬力 那么是一个主硬力 那我还可以找错的最大切硬力 是不是我的那个 最大的那个硬力源的半径啊 好 因此的话 这个里面就签认到就是说 对于这样的硬力状态 我能不能这样去建立强度理论 是不可以 第一个就是说 你这个tau和这个 这个sigmamax和这个taumax 这个横减面的硬力 并不能代表这一点处的 最大拉硬力和最大切硬力 对不对 通常是不能够对吧 第二个 你们可能说老师 你们说这个不是做实验去做的吗 那我也可以通过实验做出来 sigma等于多少 说tau等于的话 它就坏了呀 这个实验做不完 为什么呢 因为我sigmatau可以有无穷种搭配呀 比方说我1比1的时候 2比1的时候 10比1的时候 你不可能把这个实验的情况穷尽掉 对不对 所以每一对组合都有一个极限的情形 对吧 这个是实验室做不完的 那么因此的话 我们就 就想到 那我这种情况下 我怎么样解决问题呢 那你们有人就说了 老师你刚刚不是说了吗 你去找最大阻力 sigma1嘛 你去找那个最大的轻易力 tau max嘛 那么为什么要找最大阻力力 为什么要找tau max呢 那你就想说 阴力最大的地方 可能是会最危险的 对不对 对吧 哦 你看我们的思路就变了 怎么样呢 我们不是简单的去比你的正硬的值是多少 轻易力值是多少 我们是不是找 可能导致你这一点出现失效的因素是什么 对不对 是不是找 你比方说我刚刚就说了 可能是最大拉力力让它失效 可能是最大轻易力让它失效 对吧 那么因此的话呢 我们强度理论的思路 就是这个样子 怎么样呢 我的强度理论的话 不是简单的去比较你这一点呢 这个正硬的值 轻易力的值 而做这样的一个比较 而是什么呢 而是判断你这一点 那么它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失效 比方说如果是因为这个正硬力失效 那么通常是一个拉断破坏 这个拉断破坏的话 什么原因产生呢 当然是sigma1产生了 但是如果说你这一点出现的是一个曲符 它没有断 它只是错动了 那么如果出现了一个曲符 那么这个可能就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最大轻易力引起的 对吧 那我就要找什么呢 我就要找tomax 好了 所以我们强度理论呢 比我们的强度条件呢 它要提升一步 它从我们这个简单的数值比较的这个程度上 或者说我们从实验的数据 这个样本采集 采集这样一个基础上 提升到什么 提升到一个理论的高度 我来判断 这一点到底因为什么原因而失效 那么提出来 对于一点处材料失效的 这个原因的一个假说 为什么要假说啊 这个都是我们从这个实验数据里面推出来的嘛 那么它到底对不对 我要返回去验证啊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强度理论 所以呢 强度理论的研究内容是什么呢 它讨论复杂硬性状态下 这个材料为什么破坏 那么根据我这些破坏的假设来设定破坏条件 并且建立强度条件 这个就是我们强度理论分析的内容 好了那么说到现在的话 那么大家想说 复杂硬性状态下材料破坏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诶我刚刚已经提到了一些对吧 我们说最大拉硬力对不对 最大切硬力对吧 好了那么提出最大拉硬力 最大切硬力 当然这个是已经有深入的认识了 但是的话 我们这个里面还是有局限 为什么因为大家还考虑在利的基础上呢 有没有人想到 是跟变形有关 就是说我们前面这个拉硬力 切硬力到底是硬力对吧 有没有人想是硬变太大了 有没有人想过 就是说你可能是Y太大了 知道吗 所以有人提出假说是什么呢 说这个破坏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你的Y太大了 不是Sigma太大 而是Y太大了 你们可能说不是一样的吗 写出来表达是会不一样的 因为你比方说你说Sigma1 那么就是我的第一主硬力对不对 那我如果说的Y1 Y1是什么 就跟三个主硬力都有关系对不对 对吧 好了 所以这个假说的话呢 那么根据这个实验数据来分析的话 这个好比就做诊断一样啊 大家来汇诊 那么有人说是硬力 有人想呢可能是硬变 还有没有人想更多的 有没有人想到更多的因素 说怎么 怎么就一定是硬力控制 或者是硬变控制这个破坏呢 有没有可能硬力和硬变 同时跟它都有关 那么就是什么因素 是不是刚刚说的硬变能 是不是啊 有人就想的话 那么可能是跟硬变和硬力都有关系 那就是跟什么呢 就应该跟这一点的硬变能有关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根据这个现象的话 大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因素来讨论 最后讨论说提了这么多 那么到底谁是对的呀 谁的最好啊 怎么样 是不是大家推出自己的结论 得出表达式 然后把这个表达式返回到我们身上去验证 对吧 他这个符合的好 这个符合的好 那你这个不符合了 我们是不是就把它品弃掉了 后面就不用了 对吧 好 所以的话呢 这个强度理论的话 它怎么样呢 它是提出一些破坏的假说 那么这个破坏的因素跟什么有关呢 实际上跟这个假说的原因跟什么有关呢 跟破坏的形式有关 通常来说 我们看到的破坏形式是两种 哪两种呢 就你们做实验已经看到了 两种典型的破坏情形 哪两种 塑性材料通常是 塑性材料通常是什么 塑性材料你并不是等到最后断的时候 才说它坏了 对不对 是不是早早就说它坏了 那么是什么时候 取幅的时候是不是 取幅的时候我们就认为它失效了 对吧 就所以呢 塑性材料呢 通常来说的我们看到是取幅破坏 那么 催性材料呢 像铸铁就是什么 它是不是一个脆断破坏 对吧 好 所以呢 我们破坏的类型呢 有 这个两种 一种是脆断的 一个是塑性取幅的 因为它这个 因为它这个 破坏的类型不一样 那么它破坏原因不一样 这个人生病一样 那么它是肚子疼 头疼 这个表象不一样 那么引起它生病的原因可能不一样 对吧 所以呢 对于这两种 对于这两种破坏 就是说 关于 脆性断裂和 关于塑性取幅呢 我们提出有 不同的强度理论 那么在这一章里面呢 我们给大家讲 四个常用的强度理论 那么你们 土力学的话呢 后面应该还会讲到 摩尔强度理论 那么因为你们后续课程里面会讲到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里面 我们就不给大家讲了 好了 材料破坏形式 我刚刚跟大家说了 我说这个 塑性材料通常是取幅 催性材料通常是脆断 但是这个不一定的啊 不一定的 那么塑性材料 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脆断 那么低碳刚刚 如果是三项受拉的时候 它会出现脆断 那么铸铁 这是一个塑性材料 脆性材料 铸铁如果是在三项压缩的时候 它会出现明显的 这个大量的变形 一个取幅的现象 好 这是破坏的形式 还有呢 我们会给大家提出的 四个强度理论 这四个强度理论给大家归类 四个强度理论给大家归类 那么 有两个是为 脆性断裂服务的 有两个呢 是为塑性取幅来服务的 好 这是四个强度理论 那我们下面来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强度理论的话呢 四个的话呢 我们每个强度理论都有自己的名字 比方说 叫做最大拉因力理论 那么就很清楚 它认为什么呢 最大拉因力就是导致材料 发生破坏的原因 对吧 那么跟拉因力有关的都是发生 脆性断裂的 那么与此同时 它也叫做第一强度理论 为什么叫第一强度理论呢 它是最早提出来一个强度理论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四个强度理论 就是说分别对应的有 它的假说的原因 有一个名字 然后按照这个时间次序 还有一个名字 叫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那么为什么 这个出现的次序怎么样 也跟我们材料发展的 这个次序有关啊 最早的话呢 这个工程建筑的话 用脆性材料比较多 天然的石料 然后的话呢 金属材料发生到一定的程度的话 那么在建筑使用金属材料的时候 那么就出现了这个取幅的现象 所以呢 是先有关于脆性弹裂的强度理论 然后有关于塑性取幅的强度理论 先看第一强度理论 第一强度理论就是我的 Sigma Tmax 那么第二强度理论是YTmax 关于塑性取幅的强度理论的话呢 那么它有这个Taumax 这个太明显了 因为我们关于这个低碳钢那个华翼线 我已经反复说了很多次 45度出现最大千音力的地方 华翼线对吧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跟大家说到的 跟应变能有关的 这个应变能的话呢 不是 这个应变能不是我们整体的应变能 不是我们的VY 而是我们的什么呢 就是刚刚的上节课里面 专门给大家重点说的 我们那一节专门提了一个名字出来的 叫做形状改变底能 好 这是四个因素啊 下面呢 我们分别对这四个强度理论的话呢 来依次做一下介绍 看看 每个强度理论 它的内容是什么 它写出来的表达式是什么样的 然后它给我们的实验呢 在我们实验中呢 符合的现象呢 符合的怎么样 先来看 呃第一个最大拉音力理论 也就是我们的 第一强度理论 那么第一强度理论 这个已经说的很清楚 它就认为什么呢 认为最大拉音力 是导致材料发生脆断破坏的原因 好 那么我们写出来一个破坏条件 这个破坏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Sigma1等于某个极限值的时候 它就坏掉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好 所以的话呢 它的内容 假设最大拉音力Sigma1 是引起材料脆断破坏的因素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不管它是什么音力状态 单轴是Sigma1 那么三项音力状态 同样的也是Sigma1 那么纯呃 这个平面音力状态 那么同样是Sigma1 导致材料发生脆断 而且呢认为呢 不管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呢 引力状态下 那么这个Sigma1的极限值呢 应该是同一个值 就是说单轴的 平面的 三项音力状态下 我的Sigma1都是同一个极限值 SigmaU 如果到了SigmaU 那么它就坏掉了 那么因此的话呢 它写出来的破坏条件 就写Sigma1等于SigmaU 跟引力状态无关 只要Sigma1等于SigmaU 这个就发生破坏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就会说 那我SigmaU怎么定呢 SigmaU怎么定 刚刚已经说了 这个Sigma1的极值 或者说 我的Sigma1的极限值 SigmaU 是跟引力状态无关的 对不对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挑一个 我最好做的引力状态 把这个极限值测定了 是不是可以推广到 其他所有引力状态来用 对吧 那我们最好做的是 什么引力状态 单轴拉伸嘛 比方说催性材料 我去单轴拉伸的时候 它催断的时候 那个极限引力叫什么值 叫做拉伸强度极限 对不对 催性材料的 这个引力应变 好了 催性材料的 那个引力应变曲线 不是只有一个 断的时候 这个引力值吗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不是就是 我的拉伸强度极限 对不对 好了 那么因此的话呢 你把这个值写出来 Sigma B 或者说直接用Sigma U表示 那么做一个单拉实验 就可以把这个极限引力的值测出来了 那么测出这个值之后的话呢 测出这个值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建立强度条件 强度条件当然不允许它达到这个极限值 对不对 需要我们怎么样 把极限值打个折扣 把极限值打个折扣 是不是得到一个许用硬力 对吧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极限值 再取一个强度的安全因素 得到的许用硬力 所以我的强度条件呢 由第一强度理论 或者说由我的最大拉力 这个强度理论得出来的话呢 那么它是Sigma U 小于等于许用的Sigma 你们看到之后 你们又会说 老师跟 跟我们原来那个条件 写得很像嘛 但是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我们原来这个是不是 横截面上的硬力 或者你切开那个截面上的硬力 对吧 现在Sigma U是什么 Sigma U是那一点处的 最大拉硬力 这个最大拉硬力 是不是要通过硬力源 才能求出来 对吧 好 看起来形式很像 其实意义不一样的 这是代表一点处的 最大拉硬力 并不代表你在那个图上 直接读出那个正硬力的值 而你要根据它的硬力状态 把这个拉硬力求出来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强度理论 要注意它的适用范围 这个只针对脆性断裂来适用的 脆性断裂破坏适用的 这个四字写出来之后 大家觉得可能说是太简单了 那么它符合的怎么样呢 就是说在实验中的话 它跟我们实际的这个 工程实践的情况 它符合的怎么样呢 可以很负责地跟大家说 现在这个强度理论 这个表达式虽然说很简单 但是在脆性破坏里面的话 脆断破坏里面 它目前来说是符合的最好 然后是应用的最多的强度理论 只要是拉伸破坏 这个是用的最多的一个强度理论 那么这个强度理论的话呢 大家可能说觉得它有不足 为什么呢 说好像是没有Sigma和Sigma3嘛 对吧 只管得最大的一个 那么另外两个主意呢 另外两个主意的话呢 后面的实验验证的话 其实它真的跟脆断破坏 关系不太大 好 这是第一个它的特点啊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注意到 其实有一种实验现象 这个强度理论的话 它有好处 有优点 那么它也有一个实验现象呢 SigmaU SigmaU的话 我刚刚说了 SigmaU的话呢 这个极限因力的话 可以通过单向拉伸的 那么使得它发生 催性断裂的时候 可以把它确定出来 那么它的不足 它的不足 它的不足的话呢 最主要来说 它验证了比较好的 单拉的时候 铸铁在单拉的时候 那么横溅面断开 这是一个SigmaE破坏 铸铁单拉的时候 那么SigmaE不就在 横溅面上吗 那么这是一个 横溅面断开 这是一个很好的验证 那么还有一个呢 纯减确定状态 纯减确定状态 铸铁扭转的时候 纯减确定状态是 45度螺旋面 这个我也跟大家说过 45度螺旋面是哪个面 是受拉面 是受压面断开 给大家看过的吗 我当时上次给大家 扭转的时候 给大家看过的 这个是不是一个 45度面断开 45度是在受拉面 是受压面断开 受拉面断开 对不对 是不是这也是一个 最大拉引力破坏 对吧 这是一个最大拉引力的破坏 所以这个是符合的很好的 那么平面引力状态下呢 那么也基本上是比较符合 那么它的不足 它的不足的话呢 那么最主要是说 有这样一个现象 就是说有这样一个现象 如果是一个石料 那么给它一个单向的压力的时候 好了 那么这个按照我们的 最大拉引力理论的话 那么这个理论上说 这个就不会坏了 为什么 这个时候它的σ1等于什么 σ1等于什么 不敢说啊 这个硬力状态σ1等于多少 σ1等于σ呀 σ1等于多少 σ1等于0 σ2呢 也等于0 对吧 σ3呢 是 那我如果这是一个绝对值的话 我就是一个负的σ 对不对 是不是 那如果按这个样子的话 那么这个不就应该 不会坏吗 因为σ1它永远等于0嘛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这样压下去的话 这个石料要坏的 那么它会发生什么样的破坏呢 哦 对 你们有人就会说 有人说这样破坏 这个破坏实际上是我们那个铸铁的一个破坏 对不对 铸铁你去压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这样断开的 好了 那么对于石料来说 它除了这种的话呢 那么你们还有没有看到这种破坏 就是说你这样压了之后 它是 这样去列个纹 有没有劈开一样 压了是不是就劈开了 沿着纵向 就是这样的劈开 有没有见过这种破坏 不可能啊 它会在沿着纵向啊 这个石料它单压了 它会沿着这个纵向开列啊 为了纵向这样的劈开 好 那么这种现象它没法解释 就是说用这个σ1没法解释 那么有人就提出了第二个强度理论 第二个强度理论是什么呢 第二个强度理论的话 那么它有人在说 我们这儿如果取个代元体啊 这个石料我取个代元体 这个石料如果我取个代元体的话呢 那么很显然的话呢 那么这个是我的σ3的方向 对不对 对吧 好了 那么我σ1的方向 我这个方向的话呢 我这个方向σ1这个方向 这个是0 这是我的σ3啊 这是一个代元体 取算是这样的 那么有人就想 说我这个代元体 虽然说没有拉硬力 这个代元体体内是没有拉硬力的 对吧 虽然说没有拉硬力 但是有没有拉硬变 有没有伸长硬变 有没有伸长硬变 有 因为你这个方向压缩的时候 我的这个方向 这是1方向对不对 我这个方向 跟它前后方向是不是2方向 这个是不是就是在伸长 对吧 有人就想说 你这个说虽然说没有拉硬力 但是有伸长硬变 那么因此的话 他就提出第二个强度理论就是什么呢 叫最大伸长线因变理论 那么最大伸长线因变理论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强度理论 那么最大伸长线因变实际上是什么 那我们的最大拉硬力是σ1对不对 最大伸长线因变就是什么 三个主因力不对 那有三个主因变吗 那么三个主因力从大到小排序 我的三个主因变是不是也是从大到小排序 所以我的最大伸长线因变是哪一个 是不是我的ε啊 对不对 对吧 好了 有人就想 他认为什么呢 他认为最大伸长线因变是导致材料发生 催行淡念的原因 他认为不是受力过度了 而是变形过度了 这样来理解他 好 那因此他认为什么呢 按照他的理论的话呢 也就是说我这个材料呢 你从测力来说 如果你可能认为他受了一个限制 那我从变形来说的 可能一点处的变形也有一个限制 那么因此的话呢 他的这个破坏条件呢 当然就是ε等于εu 就是说我的最大伸长程度有一个极限 如果超过这个极限值 那我就断开了 我这个纤维如果说你使劲能拉它 那么它只能拉多少 那么你如果超过这个值 它从中间就断开了 那么认为这个最大伸长线因变有一个极限值 好 那么这个条件大家看到很奇怪啊 说我们前面抢动条件都是拿硬力写的 这个条件是拿硬变写的 那么它是不是也可以写成硬力的形式 我们不是有广义五个定律吗 对不对 所以它是可以写着硬力的形式的 我写着硬力的形式怎么样写呢 首先ε ε等于什么式子 1分之 σ1-μσ2加σ3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写成三个主因的表达式 好了 那么这个极限值呢 极限值 这个极限值既然是这个材料的特性 那么是不是在各个硬力装块之下 它的极限值都是一个定值 对吧 所以我用什么来测呢 我用单轴拉伸的时候测 如果单轴拉伸的时候 它变形变了这么多 它断掉 那么它在平面的 在这个空间硬力装备下 最大变形也不能超过这个值 到这个值它一样也要断 所以呢 这个极限值的话呢 它用单轴来测 那么用单轴来测 很简单呢 很简单 那么当它 这个很简单 当它这个硬力的话呢 当它这拉断的时候 这不就是等于我的σU吗 对不对 脆性断裂 是不是σ等于σU的时候 它就8断掉 对吧 这个σU我刚刚已经说的是什么 是不是它的拉伸强度极限啊 就是那一点的值 对吧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对应的 ε等于多少 这个时候对应的这个伸长线一边 ε ε是不是就是这个方向的伸长变形 对吧 这个方向的伸长变形 所以它对应的就是我的σU σU等于多少 是不是就等于σU除以1啊 这个极限值是否可以通过这个测出来 极限值可以通过单轴测出来 所以呢 εu就等于什么 等于σU除以1 好 这是单轴的 而在就是说一般的硬力状态之下 就是说空间硬力状态之下的话 那我的ε又等于什么呢 我的ε的话呢 又等于1分之σ1-μσ2加σ3 这是我的广义虎强定律 那么因此的话呢 我们把这两个式子连立起来 是不是可以把它的破坏条件 写成一个硬力的表达式 现在看到什么 ε是不是可以消掉了 那我得它的破坏条件是什么 投它破坏条件是不是得出来 σ1-μσ2加σ3等于σU 这是它的破坏条件 对吧 看到我们这个式子 虽然说我们这个理论的假说 是关于硬变的 最终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 一个硬力的表达式 所以破坏条件是写成这样一个形式 那么这是破坏条件 我要把它变成强度条件怎么样 是不是再取一个 是不是把这个取一个取用值 把它打一个折扣对吧 安全因素 好了所以我写出来的强度条件是什么呢 我写出来的强度条件的话呢 那么就是σ1-μσ2加σ3 小于等于取用硬力 好了这个就是它的强度条件 那你们现在看起来的话 你们是不是对 这个强度理论 比刚刚那个强度理论 看的要顺眼啊 为什么 第一个我们大家都想的要全面嘛 为什么 所以这个里面 刚刚那个只有一个σ1 现在σ123都有了 这应该比较全面吧 是不是 第二个还有什么呢 第二个 它可以解释我刚刚说的这个现象啊 我刚可以解释我刚刚说的那个现象啊 虽然说σ1等于0 σ2等于0 但是我因为有σ3 所以我这个方向是不是有伸长变形 我这个方向有伸长变形 那我如果说 如果说我这个材料的延伸性很差的 你这个方向有伸长变形 那么我是不是伸长一点它就断掉了 那不就沿着纵向就开裂了吗 你要知道这个列的话 是哪个方向的伸长啊 是这个方向的伸长断掉的啊 不是这个方向伸长断掉 这个方向伸长断掉 那个变形不就是横向的吗 那个列纹是横向的啊 这个纵向的说明是 后面是横向变形 那么它这个断开的啊 好 这是强度条件 建立的强度条件 但是的话呢 我们这个看起来 它最圆满的 把这个现象解决得很好 然后呢 另外就是从形式上来看呢 大家觉得是说把该考虑的因素 好像都考虑进去 里面都有 但是实际上的话 这个强度理论 它没有我们第一个强度理论 符合的好 实际上的话呢 现在这个强度理论用的很少了 已经不太用它了 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 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啊 我们知道 按照这个强度理论 那么单轴硬力的时候 那么这个样子坏掉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考虑一个双轴受力的情形 好 双轴受力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双轴受力的话 那么假如说 我这个单元体 好了 假如说这个硬率是sigma u 按说这样就已经坏掉了 是不是已经坏掉了 好了 那么如果说 我这个方向还有一个sigma 两项受拉的 这个sigma小于sigma u 那你们说这两个单元体 谁更危险 第二个 第二个危险 但是如果你带到那个强度理论里面 去哪个危险 第一个 第一个危险对吧 因为第一个 这边你左边得出来是sigma u嘛 你第二个单元去 这边是不是比sigma u小啊 是不是 实际上哪个危险 实际上这两个是差不多同样的危险 好了 那我们再来看 我们再来看 那么如果说 我换成了 一个受拉的 一个受压的 那么这个是sigma u 那么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不是我的sigma 3了 对不对 好了 那么同样按照第二强度理论来看的话 哪个先坏 是不是这个要先坏掉 对不对 因为右边那个式子 早就大于sigma u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先坏掉 那么这个也跟我们实验情况 是不符合的 实验上的话 做出来的话呢 实际上对于这三种 硬力状态的话呢 那么这个破坏的情况 是差不多的 所以的话呢 取决定因素 催断的时候 取决定因素是什么呢 其实催断的时候 取决定因素 第一期确定是sigma u的 作用是比较大的 好 那么也就是说呢 对于我们平面受力来说呢 它有时候是偏危险 那么对于这个来说呢 它是偏危险的 对于这个来说呢 保守了 对于这个来说是偏危险 因为它判断它先坏嘛 那么这个是认为它 判断它不会坏嘛 那么判断这个先坏嘛 那对于这个来说是偏危险 对于这个来说是偏保守了 所以现在第二强度理论 一般来说呢 在工程上是用的 不太多的一个理论 那么在这儿的话呢 我们作为它一个 就是说它是在工程上是应用过 然后呢 它这个思路也有可借鉴的地方啊 所以我们把这个强度理论 在这儿也给大家提出来了 好 这是我们的前两个强度理论 都是关于脆性破坏的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强度理论 好 第三个强度理论和第四强度理论 都是关于塑性取决的 关于取决破坏的 那么关于取决破坏的强度理论的话 其实到现在为止的话 如果说我什么都不说的话 你们至少也能够提出一个来 你们认为取决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取决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切音力对不对 比方说就是我反复跟大家说的 我们那个低碳钢拉伸的时候 45度的华一线 是不是在最大切音力面上 对吧 所以的话呢 关于塑性取决的 关于塑性取决的强度理论的话呢 那么我们提出来第一个是最大切音力理论 那么它也就是我们的第三强度理论 在这个外文的教材上面呢 也有人把它叫做Tresca理论 那么它就是这个叫Tresca的 这个工程师把它提出来的 当然它的核心内容就是认为呢 最大切音力Tau Max 是引起材料塑性取决的原因 所以它的破坏条件就可以写成什么呢 它的破坏条件就可以写出来 Tau Max等Tau U 好 它写出来Tau Max等Tau U 这个就是它的破坏条件 好 这个破坏条件的话呢 你们可能说老师 这个都要去写切音力吗 你比方说我们 我们单向拉伸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写最大切音力啊 我们写的是最大正音力 对不对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式字话 其实也可以写成正音的表达式 为什么呢 对 首先一个Tau Max 那么我们Tau Max 一个普遍表达式是什么样的 Alphanget Sigma 1-Sigma 3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Tau Max的话呢 我可以写成 2分之1Sigma 1-Sigma 3 那么Tau U呢 Tau U的话 既然Tau U是跟音力状态无关的 我是不是选一个情况 把Tau U算出来就可以了 比如说 比如说我单轴拉伸的时候 我单轴拉伸的时候 低碳钢是不是拉到Sigma S取幅啊 对不对 好 低碳钢拉到Sigma S取幅 那么这个时候它对应的这个切音力 这个时候对应的这个正负45度面上的切音力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Tau U啊 对不对 因为这个时候它取幅了嘛 好 这个Tau U等于多少 2分之1的Sigma 1-Sigma 3 不就是2分之1的Sigma S吗 对不对 因为Sigma 1是Sigma S Sigma 2和Sigma 3是0嘛 单向音力状态对吧 好 那我就写成2分之Sigma S 好 这样呢写出来的话呢 我们由它又求出来 Tau U是等于一个200Sigma S 我们认为这个Tau U呢 是跟音力状态无关的 因此的话呢 我们把这两个式子 带入到我们上面那个破坏条件去 我们是不是写出一个主音力形式表达的 这个破坏条件 这个破坏条件是什么 是不是Sigma 1-Sigma 3 等于Sigma S 这个就是它的破坏条件 好 破坏条件是这样的 那通常来说 我是不希望它破坏的 我是不要把它变成强度条件 变成强度条件 首先是这个要打折扣对吧 然后这个等号就要变成什么 小于等于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得出 它的强度条件是什么呢 强度条件是Sigma 1-Sigma 3 小于等于 使用的Sigma 这个呢 是我的第三强度理论的强度条件 根据第三强度理论写出来的 那么它是针对速性取幅的 它这个解释的很好的现象 解释的很好的现象的话 那么首先来说 我们为什么提出它吗 我们不就是根据低碳钢的拉伸 这个现象判断出来的吗 所以的话它现象符合得很好的 低碳钢的拉伸 它那个出现45度华异线 还有低碳钢的扭转 低碳钢的时候 那么最大轻易是在恒截面上 那么低碳钢的扭转破坏 也是从恒截面开始的 所以呢 它符合得很好的 有这个 这个低碳钢 对于低碳钢单拉的时候 这个45度华异线 还有低碳钢这个扭转的时候 它的恒截面这个破坏的话呢 取幅破坏的话 那么这个都是符合得比较好的 那么这个材料里面的话呢 没有考虑 这个我们推导过程中呢 没有考虑它的拉伸或者压缩的时候 这个曲腹极限 或者说它的这个极限硬定可能有所不同 所以这个适合于拉压性能相同的材料 这个你们暂时还不会体会到 你们说老师怎么突然会提到 什么拉压性能相同啊 拉压性能不同又怎么样呢 拉压性能不同的材料 主要在摩尔强度里面讨论 但是呢我们这个教材里面的话呢 我们这个课的内容里面 摩尔这个作为一个选学的内容 我们在这呢 教学的时间的原因 我们就不讲了 好那么它跟实验的这个符合情况来说呢 它是一个偏安全的 第三强度理论是一个偏保守的强度理论 就是它得出的结果呢 是偏于安全的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说的不足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里面没有考虑Sigma2 只有Sigma1和Sigma3 你们大家又想到说老师好奇怪哦 你刚刚说那个Sigma2和3没有用 现在在这又说 没有Sigma2对结果影响有影响 那么这是因为什么 这是因为他们破坏的原因不一样 脆断的时候Sigma2和3的影响不大 取幅的时候Sigma2Sigma3这个都是有影响 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呢 这个表达式里面只有Sigma1和Sigma3 没有Sigma2 那么没有考虑Sigma2的影响的话呢 它会引起一定的误差来 但是呢总体来说 少考虑一个阻印力的话呢 它的结果是偏安全的 另外的话 在这还是跟大家说 就是说如果 材料的拉压性能不一样 就是说拉伸强度和压缩强度不一样的时候 那么这个式子的话呢 它也会引起比较大的误差 那种材料的话呢 拉压性能不同的材料呢 适合于我们的摩尔强度理论 好这是我们关于 取幅破坏的 第一个强度理论 也就是我们第三强度理论 我们还有一个第四强度理论 好了我们休息五分钟 一会儿再来给大家讲 感谢观看